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马拉糕我们很多时候都吃过 如果要做马拉糕 我们在酒楼小时候 看到马拉糕是很大的蒸笼 一大盆 蒸到啡啡黄黄的 切成一块块 我小时候很喜欢吃边位 比中间多 如果是传统的马拉糕 就是要一些高种来做 需要酵母 要一些露面种来做 亦是一个很免费的高点 但是卖起来 就未必会买到好价钱 现在今时今日 我们会用一些更简易的方法去做 尤其是在家里 我们未必可以有这么多时间 去做马拉糕 但是又想吃 现在很多时候 去到新式的酒楼 马拉糕也不像以前 在一个大的蒸盘里切开一件件 而是很多时候 就会变成像小蛋糕 一个个小蛋糕的出现 小时候看到的马拉糕 很多时候都是啡色 因为它是用了露面种的关系 但是呢 到现在新派 我们看到在酒楼吃的马拉糕 就是鲜黄色的鸡蛋色 又或者 现在很流行 很多时候都是说黑糖 今天呢 我就是会用黑糖 来做这个简易版的马拉糕 可以在家里一起做 首先 我们先介绍一下材料 好吗 材料呢 这里看到 为什么有这么多粉呢 一会那些粉 混在一起就可以了 都没有什么圆念 我就用了鸡 低筋面粉 这里有粟粉 这里呢 就有一些 叫做吉士粉 其实是一些鸡蛋 鸡蛋 即是它会出来 中式糕点 下了这个粉 就好像加浓了鸡蛋味 这样就叫吉士粉 其实 然后呢 我这里呢 就是有一些 泡打粉 和一些 梳打粉 泡打粉 就是法粉 baking powder 然后呢 baking soda 就是梳打粉 然后呢 这里呢 就有两只鸡蛋 油 那我这里呢 就是一些 一些菜油 来的 最后呢 就是呢 我呢 就是用了我这个分量的糖 但是呢 我将它呢 一半就是砂糖 一半就是黑糖 因为呢 完全都是用了黑糖 呢 那 其实也不是不好的 但是呢 黑糖呢 就比较难用 那如果你我这样打下去呢 它很容易就变了一点点 很多 就是变了很多斑点 然后呢 再加上呢 砂糖呢 普通的糖呢 就会甜到呢 就会甜到黑糖 所以呢 我就把它呢 加上一半一半 那这里呢 就有个蛋糕盘 这个蛋糕盘呢 就是六寸左右的 那我需要的呢 就是这么多的了 首先呢 第一样东西呢 我要做的呢 就是呢 我不如呢 就将蛋糕盘呢 就抹了油先 那呢 就借用回这里的油 那其实呢 因为呢 都未必用得完的 那我呢 用少少这里的油呢 就呢 把它抹匀了整个蛋糕盘了 那我等一下呢 就省回呢 就放一些烤炉纸在里面了 那这个蛋糕呢 即是这个马拉糕呢 你又可以 除了用蛋糕盘做呢 那也都可以 放进去那些蛋糕仔那里呢 好像cup cake那些那样呢 cup cake模 Muffin那些呢 放进去那些都可以的 那再放一张 那些蛋糕纸就可以了 那样也都可以方便的 如果呢 在这里这样的份量呢 那应该呢 起码都应该做到四至六个 看看你那个蛋糕的大小是怎样的 当然啦 如果用了小的话呢 蒸的时间就不需要那么多了 然后呢 就放在旁边 在最后呢 我放开了呢 忘记了呢 就是呢 还有三花淡 即是还有淡奶的 那你喜欢用什么牌子都可以了 那就是这么多东西了 那接着呢 我们呢 就呢 就呢 将些这个低加面粉 这个低加面粉 鹰粟粉 鸡糞粉 鸡糞粉 發粉 梳打粉 全部呢 就将它过篩先了 好 那我们呢 首先呢 就将它过篩先了 那很多时候呢 我们这些粉鸡呢 过篩呢 就是呢 不想它一块块 然后呢 它们就可以全部的粉鸡 就好光云地拌在一起了 如果这些呢 最后有些太大粒的 我们就不要了 那现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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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里呢 就有些热水在下面 那上面呢 就放个 煲在那里 那接着呢 我呢 就稍后呢 就要弄溶那些黑糖了 因为呢 就这样放下去 黑糖呢 它很难溶 那就很难呢 可以完全溶解了下去 因为它是一粒粒的 那所以呢 我就要 煲一下热水 隔水煮溶它 那我这里呢 也都有呢 一些淡奶 这里呢 就是大约 60个ml 的淡奶 然后呢 然后呢 将些呢 砂糖啊 和这个呢 黑糖呢 就放下去 然后呢 然后呢 将它呢 用呢 隔水煮的 这个办法呢 呢 令到它呢 可以完全这样 融解了它 一融就可以了 不用说要煮到很滚 好什么的 那个水呢 暖暖热热热热的 就是煮热了 放下去就可以了 不用说要煮着水的 我已经关火了 煮热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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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 全部看上去的深色一点点 没有了就让它完全可以溶解在里面 因为黑糖比较难溶一点 始终砂糖是透明或者白色 溶不溶你都可以 即是它也没有那么显眼 但是黑糖是一粒粒的 它有那么深色 它不用一粒粒 就会在马拉糕里变到一点点 甚至再大粒一点它溶了 就会沉在底部一粒粒的 所以最好确定它完全溶解了 好了回来了 我们现在就有想讲讲 就是这个黑糖溶液 我们就做好了之后 它是热的 因为用隔水这样弄热它 这样弄溶它 所以我们要摊回它 冻冻地 因为如果它热的话 打到蛋里就可能会弄酥一点蛋 另外就是我们里面 其实一间的粉里面有发粉 有梳打粉 它们越热就会很容易影响了 因为它稍后会令到马拉糕升起的原因 所以它最好是室温 不要太热的温度 接下来我先用这个 发开它 发开了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刚才的糖溶液拌进去 拌好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粉都拌进去 慢慢拌匀 拌匀 无求令到它完全可以拌匀 没有粉粒为止 拌匀 最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油倒进去 把油倒进去 它吃饭都很漂亮 它现在吃饭都很漂亮 如果你喜欢吃黑糖浓味 全黑糖 把我的份量将到 它变成全黑糖就可以 或者把我的份量 我不喜欢有黑糖味 我想吃普通的 那你就可以 全白糖 那其实呢 就是色彩酸变的 最重要呢 最重要呢 就适合自己的口味 make sure 那些油在里面 是完全拌匀 拌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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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 它的质地是很滑的 给你看一下 就是这样 这样就可以了 喜欢的话呢 可以多过一次小 但我觉得不需要也可以 接着呢 我们呢 就是倒进去 盘子里 搅拌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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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等一等它 等到它的空气呢 等一等它 等到它的空气呢 可以拌匀 了 然后呢 因为呢 因为呢 我用锅来蒸 我锅的盖子很大 那本应呢 如果呢 有些很大的 布呢 可以包住它 等到它没有倒汗水 如果没有的话呢 就可以有 好像我的方法 就像上次做香蕉膏 那样 那样呢 我放一块厨房纸在上面 上面再 吸个 石子 然后就拿去蒸 它 这样呢 就很防它那些冻汗水 掉下去了 这样呢 水滚了 打开 我们呢 就可以放下去 大火 蒸它 放下去 接着蒸它 25至30分钟 我们待会见了 OK啦 那已经烤了25分钟了 这样呢 我呢 把它拿出来看看了 看看 看看 多漂亮 这样呢 现在呢 我就拿牙签刀下去 来看看 再拿出来 熟了 接着呢 好热啊 好了 回来了 已经完成了 那现在出来了 我摊了它一摊 那现在呢 就 切开它 切开一点 切开一点 看看 很松软啊 好 试试啦 嗯 嗯 嗯 比我外面吃的 嗯 麻拉糕呢 就松散了一点 就是没有那种 嗯 没有那么黏的那种感觉 散了一点 还有呢 嗯 没有那么油润 因为我减了油 哈哈哈哈 这样 再加多一点油 它就会更好吃 嗯 但是呢 它的质質也像 好了 今天呢 我介绍就是这么多了 希望大家都喜欢 下次再看看我们再做些什么 下次再见 拜拜